足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尸骨未亡》 影片一开场 大眼哥开车拉着他的未婚妻冷淡姐 在路上不幸出了车祸 阎王爷一看冷淡姐胸大臀翘 于是便让这姐妹交了翻票 这时候镜头一转 作为医生的大眼妹正在趁跑 这姑娘不仅颜值高而且身材也好 前凸后翘比冷淡姐的身材还有料 转场之后 大眼妹正在跟同事一起做手术 由于同事笨手笨脚 病人的情况是越来越不好了 在旁边观战的大眼哥一看 急忙把同事扒拉到了一边 说你还能不能干 不能干赶快给我滚蛋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大眼哥和大眼妹诸连闭合 很快把病人给救活了 看着自己的男神手法这么熟练 大眼妹激动的是哗着乱颤 做完手术 大眼妹正坐在走廊上愣神的时候 大眼哥黑着脸凑我过来 大眼哥说你这活可不是太好 不仅思想保守而且手法生硬 如果不是我那病人就丢了命 大眼妹一听挺来气 说虽然我不如你有经验 但我已经尽力了 我知道你现在很不熟 你还怎么想怎么想吧 大眼妹正在办公室看病例的时候 爱八卦的龙套姐走了进来 说大眼哥以前的未婚妻冷淡姐 也是咱医院的医生 自打冷淡姐在车祸中领了盒饭 咱医院的大姑娘小宝妇 整天会在她团团转 而且大眼哥这人特种感情 每个周日的晚上 她都会拿着一束白玫瑰 到车祸发生那个地卖会忙 由于这大眼哥一直对冷淡姐念念不忘 所以面对那些追求者 她是一个也看不上 而且还有人曾经亲眼看见 冷淡姐的鬼魂经常在咱医院下手转 自要是有小护士想跟大眼哥开汽车 冷淡姐的鬼魂就会在那个护士眼前出现 大眼妹一听 这脑子算是彻底乱了 晚上大眼妹在咖啡馆买饮料的时候 看到大眼哥正坐在那带店发愣 服务生说另一杯咖啡 是她为冷淡姐点的 虽然冷淡姐已经挂了 但她依然放不下 大眼妹来到大眼哥跟巧 说你昨天批评的对 我的水平确实不行 昨天不应该给你顶嘴 我现在非常的后悔 大眼哥说 我跟冷淡姐的事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其实我跟她有着不同的喜好 我们经常争论的就是 谁的咖啡更好喝 谁最有可能跟别人开汽车 这可是我的小秘密 你千万不要透露出去 大眼哥这边前脚刚走 冷淡姐就开始发信号 把大眼妹当时又下轿 转场之后 大眼妹去查房 病人小甜甜说 那天大眼哥还夸你来着 说你手法灵活非常的难得 小眼镜说 医生啊 早就听人说 你长得沉鱼落叶 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 小甜甜说 大眼哥可真是个好男人 他未婚妻两年前 就领了盒饭了 可他至今对别的女人 还没有嫌念 小眼镜说 曾经沧海难为水的 就算他也变成鬼 小甜甜说 你跟大眼哥都长那么好看 我觉得你们俩应该丑的 小眼镜说 你可千万别胡说八道 当心冷淡姐让你交贩票 在单位的迎新会上 大眼妹一袭红裙 看上去是妩媚动人的 这时候冷淡姐的黑手啊 突然从后面推了他一下 差点把大眼妹推一跟头 大眼哥一看 急忙垫不凝腰 一个猴子捞月 把大眼妹抱到了怀里 这个时候 药品公司的业务代表 酱油妹来到了晚会现场 同事说 这酱油妹家里 开了一间私人医院的 钱多的花都花不完 大眼妹一看 酱油妹跟大眼哥 那么的亲密 这心里就有点泄气 转场之后 大眼哥带着酱油妹回到家 原来这大眼哥跟酱油妹 早就有一腿 酱油妹说 这男人都他妈一样 吃着玩意 看着锅里还惦记着灶台上 酱油妹说完呢 就想跟大眼哥亲了嘴 大眼哥说 你先等我一会儿 酱油妹坐在沙发上 露着大白腿 看着墙上冷淡姐的照片 这心里可就乐开了花了 冷淡姐的鬼魂 一看这女人如此的嚣张 于是便开始使用超能力了 把酱油妹当时就吓屁了 由于大眼妹跟大眼哥 过于拼盘的接触 这让冷淡姐非常的不爽 于是这解门便利用超能力 在现实和虚幻中 不断的吓唬自己的轻敌 大眼妹长这么大 哪经历过这个 很快就被吓得 心惊肉跳连拉蛋尿 同时大板牙说 只有对大眼哥有想法的人 才能看见冷淡姐 咱医院烧锅炉 那个王大杯 就是因为跟大眼哥 眉两眼去 最后嗝个屁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 自打你来这儿实习之后 大眼哥就开始对你暗松秋波 如果他想跟你闷那蜜 你愿不愿意啊 大眼妹说那当然不愿意了 大板牙说 大眼哥可是抢手货啊 该出手是不出手 活该你是男生狗 转过天 当大眼哥抢救一位 因车祸受伤的女病人的时候 冷淡姐摇身一变突然出现 把这哥们吓得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差一点就让病人瘤了汗汗 领导说这次没出事啊 算你小子命大 你先回去休个假吧 转场之后 大眼妹到车祸现场了 寻找大眼哥 冷淡姐一看 顿时就起了嫌念 幸亏这大眼哥及时赶到 大眼妹才没交款票 大眼妹说 你不能永远活在自责之中 冷淡姐是因为车祸 嗝的屁又不是你故意的 随着大眼哥一脸的无助 电影开始闪回车祸的内幕 原来车祸发生之后啊 大眼哥亲自参与了 对冷淡姐的抢救 但经过和此神的拉锯战呢 冷淡姐最终还是领了好饭 大眼妹说 她早叫嗝的屁了 你一直沉测在痛苦的回忆中 有什么意义啊 大眼哥说你不懂 虽然她人歇了菜 但她的鬼魂还在 随后两人来到解剖室 大眼哥说冷淡姐死后 把自己的遗体给捐献 大眼妹说别扯淡 这不应该是生前的医院吗 你这逻辑链可有点乱呢 这个时候 大眼妹吃惊的发现了 冷淡姐的手指头上 居然还带着婚件 大眼妹说 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了 你却整天守着 冷淡姐的尸体打响骂笑 这不是瞎胡闹 大眼妹拂袖而去 刚走进电梯 大眼哥就冲过来 把她给抱了 当大眼妹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一早了 从这个画面呢 我们就能猜出 昨晚上有多愣了 大眼妹回到家 她的妈咪说 你是不是当小三的 今儿大眼哥的老婆 冷淡姐来电话 说希望你别再纠缠她老公 大眼妹一听就懵了 急忙来到了大眼哥的家 大眼妹在屋里瞎寻摸了遍 也没看到大眼哥 这个时候 冷淡姐突然出现了 把车钥匙扔到地上 在冷淡姐的指引下 大眼妹终于发现了 大眼哥和酱油妹曾经开手车 车上发现了大眼哥和酱油妹的验照 心烦意乱的大眼哥 由于操作失误 让冷淡姐交了饭票 大眼哥说 就因为我出轨这事 冷淡姐一直咽不下这口气 她始终阴魂不散的 谁跟我好 她就让谁得和安 转场之后 大眼妹来到了酱油妹的家 大眼妹说 就因为这张照片 大眼哥和冷淡姐才出了意外 你怎么那么坏啊 酱油妹说 妹妹你还是太年轻了 根本不了解现在的男生 而且那冷淡姐也不是省油的灯 当得知大眼哥跟我上床之后 她选择了原谅 这样才使得大眼哥 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大眼妹这边前脚刚走 冷淡姐变成大眼哥的样子就杀到 酱油妹一看 吓得是花哲乱颤 然后这姐们就最有应得 整个喝坏了 大眼妹来到解报室 说大姐你可不能这么耍无赖 你这种死了都要爱 其实就是一种死变态 反正我跟大眼哥已经开过车了 你如果看不惯的 要杀要把随你的大咬便 冷淡姐一听大眼妹说的挺在理 于是便找到了正在喝药自杀的大眼哥 说我之所以一直阴魂不散 是因为你对我过于的思念 你如果想跟大眼妹修成正果 那就必须彻底忘了 影片的最后 大眼妹的一番肺腑之言 终于感动了杨王爷 大眼哥在鬼门关门口溜达了一圈之后 又被送了回来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既然已经领盘饭 别再搞啥真鬼恋 如果真的有缘分 来生还能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